佛陀讲完父母的心中恩德之后 所有的善知识 个个都感到悲痛 伤心不疑 有些五体头地向空跪拜 有些随空自责 由于过度的悲伤 全身毛孔都流出了鲜血 一时回不过气 就昏迷了 没多久 众人苏醒的时候 大家都齐声高呼 好痛苦啊 父母为子女太痛苦了 不肖的乙女 太令父母伤心了 我们现在想起来 我们真是大罪人 好似黑夜游晨 冬飘西荡那样 我们过着 醉生梦死的日子 从来都没有想起自己的罪过是这么深的 现在听了佛陀教会 如大梦初成 心心后悔以往的过错 想到自己的不孝不仁 真是肝肠寸断 五臟俱焚啊 愿请慈悲的世尊 连变我们的无知 给我们一个 补救宿罪的机会 请你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报答父母的心恩呢 佛陀就说 既然你们知道要报答父母的心恩 现在我就用八种的描法为你们说明 假如有一个人 他左边用淡挑 挑着父亲 右边就是挑着母亲 他绕着衰眉山而行 这个淡子好重 令到皮肉磨损了 穿透了骨髓 他都不叫苦 他的鲜血流到他的脚了 但是 如此经过百千万劫 他都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的 假如有一个人 生在饥荒的时代 为了不令他父母挨肌抵我 将身上的肉割下来 切成肉碎 供养他父母 虽然有如此的孝心 但是 经过百千万劫 都是不能够报答父母的恩德 如果 有些人将自己双眼挖出来 献给佛 就算经过千劫万劫 也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于万一 倘若有人 祈求父母平安长寿 用来人将自己的心挖出来 以至血流遍地 仍然不怕一切的痛苦 就算是这样 经历百千万劫 都是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 如果 有人 为了父母亲 忍受千百枝的刀剑 插在自己身上 经过百千万劫 都仍然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 如果 有人 为了祈求父母平安长寿 如果 有人 为了祈求父母平安长寿 用自己的身体 点燃佛前的灯 来供养余乐 就算经过百千万劫 都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 如果 有人 为了报答父母的心恩 付汤道火 断骨出水 经无数万劫 仍然报答不了父母的心恩 假使有个人 为了善尽他做儿子的责任 代替父母受罪 生吞火铁丸 就算全身招难不堪 如此经过百千万劫 都是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于万日的 在这个时候 大家聆听了佛陀开示的种种父母心恩 个个都悲伤流泪 但是 又想不出如何去报答父母心恩的方法 所以 是羞愧不宜 于是齐先向佛陀扣问 世尊啊 我们心知是罪人 但是 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呢 佛陀见大众都是心生愧疑 立即好喜欢的 就跟大家说了 如果 想报答父母的心恩呢 最少 要应该为父母做六件事 第一 是写这一部经 第二 是读众这一部经 第三 忏悔一切的罪过 第四 虔诚地供养三宝 第五 必须受辞齋戒 修善 第六 要多布施 第五 勤修善法 广直福田 这六件事 如果能够做到呢 那就是孝子 如果不是 就是地狱的众生了 佛陀佛陀 跟着又跟安安尊者说 不孝父母的人 死后 必然是堕落到阿比地狱去的 阿比地狱 中横八万游巡 四面都是铁的城墙 周围都有罗望 囚犯是不能够逃脱的 地面 有铁火燃烧着 到处都是火光雷电 又有铜流铁章 淋在罪人身上 还有铜狗铁邪去追逝这些犯人的 个个都被烧得几乎焦烂 苦不堪言 空中还有数不准的铁钩 满地都是 斧头长矛 刀山剑树种种的刑具 随时都会对着犯人那样斩下来的 地狱的罪犯受如此百般的苦楚 是永无幽子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劫之后 即使你受过这些刑罚 又要进去其他的地狱 头上带着火盘 还要受铁车压身的折磨 铁车来回展过 长穿逃破 骨头截断 皮肉都烂了 受千生万死的痛苦 真是惨不忍说 这些地狱的囚犯 都是生前犯了五亿不孝的重罪 才是受到如此的折磨 百般的苦楚 大家听佛陀开示完之后 都觉得很惭愧 悲伤流泪 就向佛陀欺问 我们大家 如何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呢? 佛陀就回答 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 最好的方法就是 编印这本经 港为流通 能够 捐印一册 就见到一尊佛的功德 如此类推 你捐印十册 就见到十尊佛 一百册 一千册 一万册 就能见到一百尊 一千尊 一万尊佛陀 凡是捐印经书 启发众生的人 诸佛 一定时时在他身旁护持 并且以佛法令到他的父母 和他本人得生天上 享受人天乐趣 不会落地獄受苦 安难尊者和众人 包括天龙八部 和转轮圣王 听了佛陀的教诲 卑不自禁 愧恨不已 全部无法都竖起来 大家都要 以愧疚的心情 誠心向佛陀 忏悔发誓 他们说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无尽的未来 就算经过千万劫 我们大家即使粉身碎骨 成为尘埃 都一定坚守佛陀的神圣教会 不敢少有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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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身刮骨 都不会违背佛陀的教化 即使被铁网紧紧裹着全身 痛苦难忍 虽经千百万劫 我们也不会违背佛陀的教诲 宁愿被刀具 把我们身体倒成肉像 即使皮肉筋骨 难以辨应 经过数千万劫 也永远不违背佛陀的教诲 安难尊者很安长地在他座位起立 很恭敬地向佛陀请示 他问 世尊啊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本经呢? 令到我们去遵守讽词呢? 佛陀就跟大家这样说 这本经叫做 父母恩重难报经 你们大家要好好地遵守奉行啊 这个时候 阿难同众弟子 天龙八步 大家恭听了佛陀的开示 茅失顿开 深深欢喜 各人都下定决心 永生永世 遵使佛陀的教诲 以行效尽效为即使 最后 众人向佛陀鼎礼莫拜 以告退了